在敦煌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 但如果你想找点不一样的景色 想要去感受沧海桑田的变化带来的震撼 那我推荐你来古董滩看一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敦煌 阳关啊也是非常有名的 劝君更进一杯酒,吸出阳关无故人 来过阳关景区的朋友肯定也都非常了解 其实啊关于阳关的这个位置一直是有争议的 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在沙漠里去寻找一下 另一个阳关的争议位置 我们要找的这一处阳关遗址呢 它就是一片被掩埋的汉代的田地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古董滩 想要找到古董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需要走许多的乡间小路 可以先导航到西佛堂村 然后再沿着村落最南侧的便道 一直向西行驶到沙漠的边缘 从这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步行前往了 当我们翻过一座小沙丘之后 才发现整片沙漠的范围特别的大 我们在停下车之后呢 要沿着这个沙漠的西北方向去寻找这个位置 我们在沙漠里去寻找一个没有任何指示的遗迹 其实还是挺多的 只能靠太阳去辨别方向 再一个呢就是 其实在这个沙漠里 它是有很多这个人走过的痕迹的 我猜测也许是 上一波刚刚有人来找过这个位置 我们就沿着这个足迹往前找找看 一走进沙漠 空旷苍凉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 因为这里名气不大 所以根本就没有游客 整片沙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夕阳照射在沙丘上 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真的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即视感 有许多的学者认为 这里就是汉代时期的阳关旧址 在一些古文献里曾说过 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 又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关爱 是古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阳关是汉王朝 防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关爱 凭水为爱 距川当险 与玉门关南北呼应 从这几句话里 我们不难看出 在阳关这里曾经是有水的 而且河道和人为搭建的关爱 是共同构建起了防御体系 从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 水从阿尔金山发源 一路向北流 如今的显示是虚线 也就是说 这条河成了季节性河流 或者说是断流了 但是在曾经 这里一定是水资源丰富的 在我们走进沙漠大概七八百米的距离之后呢 我在这边发现了一条河道 现在呢里面也是有水的 而且长满了芦苇 基本上我们要找到这个位置 就在这附近了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片区域 它是有一些残存的土地的遗迹的 这一片汉代的农田 就是佐证这里曾经水资源丰富的 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在西汉时期 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 就是边塞屯田制 在汉书当中呢 有这样一段话 陛下姓游边境 遣将力 发足以制塞 甚大会也 然令远方之足守塞 一岁而耕 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选常居者 家事填作以备之 这是朝措 今年景帝的一段话 被景帝采纳之后 也是一直沿用下来 这段话的意思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签民去边塞 镇守边疆的同时呢 也能够自己自足地耕田 织布 这样既解决了士兵少 守不住关口的问题 同时呢 还解决了士兵多 粮食供应不上的问题 在对抗匈奴的过程当中呢 是一直被沿用的 在古代呢 有了城才会有田 现在在我后面这一片区域呢 它是有一些高低起伏的 看上去特别像梯田 如果说这个地方不是田的话 就是曾经的城 这一大片农田遗址 我认为更能证明 这里就是汉代的阳关遗址 农耕与边坊交相融合 非常有汉代的特色 只不过后来随着气候 环境 以及各朝各代的疆域变化 阳关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了 到了唐代 阳关的位置也就改到了 如今阳关景区的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们熟悉的那句 西出阳关无故人 并不是在如今 我们看到的古董滩这里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往里看 就感觉下边这些土地 就像是城的一个步道 整个从这个地方 就是城的路口 然后往里走 在沙丘之下 掩埋着城的遗址 这里为什么又叫古董滩呢 顾名思义 这里是有很多的古董的 据当地的朋友说 在这儿的地面上 曾经暴露着大量的 汉代文物 走进古董滩的朋友 随手就能够捡到 古代的钱币 兵器 装饰品 陶片 等等 所以当地人呢 也有一句话 叫做 进了古董滩 空手不归还 走进古董滩之后 我也是仔细地寻找了一下 并没有任何发现 我想一定是 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 加强了对这里的 挖掘与保护 在不知不觉当中 太阳很快就落山了 这趟旅行 既沉浸在了历史当中 又看到了沙漠落日的景象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正好在这里 赶上了一场沙漠日落 整个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非常辽阔 但是看着眼前 被沙漠掩埋的土地 也不禁感叹 沧海桑田 那这个地方 到底是不是 曾经的阳关遗址呢 大家觉得呢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